疫情趋缓之际,岛内旅游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玉里卓西在地青年所创立的达纳文化工作室 今年首度和电斧车厂商来合作推出 导览骑程利用电斧车深度旅游 民众透过骑程电动辅助自行车深入各个秘境 让游客可以响应环保又可以体验玉里卓西独特的慢火 在疫情趋缓之际,岛内旅游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玉里卓西在地青年所创立的达纳文化工作室 今年首度跟电斧车厂合作推出 导览骑程利用电斧车深度旅游 我们希望透过电斧脚踏车做玉里环绕 所以我们会到玉里神社、托压板块还有写天空 然后这几个点都是玉里很重要的观光的资源 达纳文化工作室的路线跟其他旅行业者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有玉里卓西两地在地的青年结合 把文化故事也放在旅游行程 让来旅游的民众有很不一样的视野 我们也希望把客人带到卓西 所以我们会去卓西中正的石板屋 让大家知道玉里跟卓西其实是一个很密切的地方 不论在做什么 其实玉里跟卓西是很容易可以做一个结合 来到卓西的石板屋 也来到玉里神社 世界为二的菲律宾板块交界处 不仅是看美景 更能深度地了解当地文化 民众透过骑乘电斧辅助自行车 深入各个秘境 让游客响应环保 又能体验玉里卓西独特的慢活 记者高双双玉震采访报道